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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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日本一出源儀的电影 故事的男女主角就是木村托哉和長雜正尾 這個電影的名字叫做《假面酒店》 究竟怎樣假面法呢? 我們可以看看 故事開始說最近有三宗命案發生 好像是不相同的作案手法 但又留著同一個密碼 就是死者旁邊都會有一串的數字 所以令警方懷疑這是連環的殺人案件 而兇手是同一個人 而他們解破密碼之後 就懷疑這些密碼是有一列一定的意思 而他們推斷出下一個受害者 將會出現在這一間酒店 警方就用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就叫他們的警隊分別 但以不同的角色潛伏在這間酒店裡面 然後暗中監視有沒有可疑的人物 還有有沒有找得出哪一個是下一個受害者 我們的男主角木村託哉 當然是警隊的精英 他是有著非常精明的觀測能力和分析能力 所以他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我們的女主角長襲正尾 就是這間酒店的忠實員工 而且出了名以顧客為上 只有顧客時對的想法的一個員工 就算他知道警隊的精英木村託哉 要潛入來幫他們破案也好 他仍然對這個木村託哉的一言一行 非常有要求 因為他說你扮都要扮得遲些 我們的員工是滿面笑容的 是不會扮起臉的 是對服務自成的 這是對客戶的要求 是盡量盡量盡量滿足的 首先他就要求木村託哉 先換髮型 覺得她浪費沙瘦 핑lk已經很不修 但是無法 然後便開始下 слsex 然後便教木村的講話方法 笑容等等 木村一向有點高傲 但是也無法生氣 木村和長襲正尾 都是扮演酒店前台的角色 即是說接待奔行 有一天,長澤政美說要扣留一個客人 他懷疑這個客人是偷了酒店的一件玉袍 他說令酒店已經損失了兩萬日元 他就叫這個客人拿行李檢查一下 但是牧村就說,等等 他覺得客人沒有偷到玉袍 原因是側訪同事跟他說 有一件全新的玉袍是未用過的 他就分析了,如果我要偷一件玉袍 我當然是偷一件沒有穿過的 有何由我穿了一件玉袍 用過我自己拿一件用過的玉袍走呢 結果上房揭開床褥 真的發現了一件玉袍是放在這裡 長澤政美就對牧村令眼相看 因為覺得他的觀察能力和推理能力非常之高 在這個時候,酒店迷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女人 這個女人已經上了年紀了 一頭八發 但是戴著太陽眼鏡 而且還拿著一枝蠻公竹 給人的感覺,她應該是視力有問題 看不清楚或者根本就是蠻人 她走到前台的時候,本來是牧村接代的 她說我不想要你,我想要你隔壁那位美女 長澤政美就上來說我有甚麼幫到你,太太 這位太太就說我想安排一間房間 而且她就上房了 沒多久她就打電話去前台 她亦指名道姓要長澤政美上去 她說有些事需要幫忙 牧村亦跟著長澤政美去 但站在房間就不出聲 在這個時候,這位太太就說 我覺得這間房間很不舒服 令到我可不可以換這間房間 牧村就有點懷疑這個女人 她就看著她,立即回答了 你是不是意思這間房間有鬼呀 這個女人立即回答 嗯,我也覺得是有這樣的說法 但信不信任由你 都希望你換房間 他們兩位跟她換了房間之後 牧村就跟長澤政美說 你覺不覺得這個女人很有疑點 長澤就問為什麼你這樣覺得呢 她說她是盲的 我跟你進去的時候 沒有跟她說我在旁邊 你亦沒有跟她說 除了你之外 這間房間有第二個人 但當我問她問題的時候 她一點都不驚訝 好像一早就知道我在旁邊 而且回答我的時候 一點都沒有遲疑 長澤政美就說 你心多而已 那盲人、聽力、感覺、各方面的感官 都應該是比視覺強的 她知道你在這裡 一點都不奇怪 那牧村覺得長澤政美 不相信她也沒有辦法 就說你自己小心點 這位太太就說 不好意思呀,我有打擾你 我好像掉了一顆樓在地上 但找不回 你幫我找一下吧 長澤找了整個地上都不見 有顆樓 她說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安排清潔 幫你上來再清潔一次 這樣便容易找一點 一轉身 再看回地上 就發現扭扣了 這個時候長澤的心都有點害怕 明明剛剛整個地上都沒有 突然間那顆扭扣就在她的腳下面 這個盲人就跟長澤說 不好意思 這幾天 我都知道可能我有些動作 令到你有點不舒服 懷疑我 其實我不是盲的 是因為我先生是盲的 所以他遲些來入住 我想看看你們酒店的服務 到不到位 我就扮他 希望體驗一下 說完他就很滿意 跟長澤說再見 長澤也放下了心頭大石 這個時候酒店又來了一個不速之下 這個男人就走到牧村託在面前 指明麻煩你幫我拿行李上房 牧村說我沒有空 不如我安排一個給你 不行 我指定要你 沒有辦法 牧村送他上房 這個男人就說 這裡的風景很差 和你網上推介的照片 一點都不像 我要換房 然後牧村和他換房 換了一間 他說不行 雙床房 不適合我 我要大床房 然後又換了 換了之後 他說這間有煙味 不要 換了 搞來搞去 換了幾間房 差不多一間房 都看過了 他才肯 說 我要回原本那間 那牧村覺得 擺明是玩東西 很想罵他 其實 但是忍住在心裡 因為他記住 長澤教他 客戶永遠是對的 話口未完 這個男人又打到前台 我要牧村上來我房 我有事要問他 他就說 牧村你剛幫我拿完這個行李 上來我房 我就發現我的電腦壞了 是不是你令到我的行李 裡面的電腦壞了 並令到我的電腦裡面的資料損失了 我不管你 你今晚無論如何 要給我打損失了的資料 牧村說 應該不會的 我剛才都很小心 如果你真的覺得有問題 不如我找同事過來協助你 這個男人說 不行 我必須要你今晚坐在我的房間 把我的資料親手進入 牧村說 不如我賠償你 你想怎樣賠償你才開心 這個男人說 你怎樣賠償 都賠償不到我資料的重要性 我明天就要用的 我現在就要出街 我拜託你坐在我的房間 打完資料才好走 我會每隔三十分鐘 我就會打電話上來房間 而你就要在三十秒之內 聽我的電話 保證你沒有偷懶 牧村簡直是無言以對 他唯有求助長澤 長澤就上來幫他打 而這個客人 真的每隔三十分鐘 就打電話上房 檢查他們了 牧村也跟長澤說 其實這個男人對我來說很熟面 但我就想不到我在哪裏見過他 第二天 男人就要檢查 要離開酒店 他就罵牧村 他說我一定要你向我道歉 因為你令到我非常失望 我的資料因為你而損失了 而你做的事錯漏白出 昨晚打了一晚的資料 完全不合格 牧村覺得這個男人無理取鬧 怎麼會呢 我們經過查了很多次 調查了很多次 證明沒有問題 我們才離開 但這個男人就要羞辱他 在這個時候 牧村回想起了 原來這個男人 就是他曾經在小學時期 的一個中文科老師 而這個中文科老師 上課是非常悶的 說話也漏口 說話也不清楚 有一次叫他朗讀的時候 有些同學就笑他 哎呀老師 你說得這麼慢 這麼不清楚 不如你叫牧村讀這篇文章 牧村讀得很好 令到這個老師懷恨在心 因為被他羞辱了 今次他見到牧村 是因為他剛剛被這間學校炒了 而又發現原來牧村在這間酒店 做得這麼滿意 這麼好 所以他一心想著羞辱他 令這間酒店炒他 在這個時候 每個人都很害怕 因為擔心牧村會和這位男士 大打出手 誰知道 非常之驚訝 每個人都呆了 因為牧村竟然忍住了自己的脾氣 並說 如果你真的有不滿 我們會滿足你的需求 和你重新再打過 我真的對不起 在這個時候 崩潰的原來是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突然坐下來大哭 對不起牧村 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去羞辱你 你都沒有發脾氣 還忍得這麼好 我真的要向你學習 我真的自己軟不如你 因為我懷恨在心 心胸狹窄 想羞辱你 是我跟你說對不起才對 原來牧村得到長澤的角度 真是可以化很多危機 做轉機 還化解了很多大的衝突 所以大家都對牧村刮目相看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個時候有一個長髮美女 就氣沖沖走到前台 跟長澤說 我今天訂了一間酒店房 但最近經常有人跟蹤我 話未言 拿了男人照片出來 你要留意這個男人 如果這個男人出現在你的酒店 你千萬要幫我保守秘密 不可以告訴他 我住在哪間房 因為他一定會對我 不理 長澤說 沒問題沒問題 我們會把客人的資料保密 我們第一個原則 就是不會向任何人透露我們客戶的資料 你放心 這個女孩還殺入大事說 你要保護我 不但不可以透露我的資料 而且如果他到埋 你一定要跟我單聲 讓我很防備他 過了一會兒 他就安排了25樓的房間給這位美女 沒多久 他手上那張照片的男人 真的出現在酒店 並跟長澤說 今晚我也訂了一間房 請你給我一間房 長澤在這個時候 就覺得很驚訝 一前一後腳 到步 他就想起女孩提醒他 說如果見到這個男人 一定要跟他單聲 這個時候 長澤異話不說 就想著跟女孩說 你那個男人到了我們酒店了 你小心點 你千萬不要出房間 知道嗎 這個長髮女孩說 他住哪間房間 長澤口快快說 他住515號房 但事不妙 忽然長澤醒起 他是不能向客人透露其他客人的信息 更離奇的就是他們在閉路電視 看到這個女孩 不僅沒有留在自己房間 還立即出了房門 搭升降機 還要去五樓 長澤和牧村很害怕 立即跑去阻止這個女孩 因為他們懷疑這個女孩 就是要殺這個男人 後來很不容易趕到他們門口 才發現 原來這個女人 是這個男人的老婆 他是來逐間的 並且要跟他簽紙離婚 你們有頭緒沒有 如果沒有就要繼續看下去 有一天酒店收到一個包裹 送來給一個他們的住客 這個住客即將會在酒店舉行婚禮 突然目中說 小心這個包裹有異樣 他發現了這個包裹 外圍是用商場的花紙來包的 但是既然的地方 竟然不是商場 追問之下 這個女孩先說出 最近有人跟蹤他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 告訴他先生 因為就快要舉行婚禮 他不想他擔心 希望警方協助 婚禮當日 這個女孩很擔心 因為經常怕誰跟蹤他 但幸好有警方報防 而嫌疑人終於出現了 就是一個男人拿著一個很大的包裹 但是竟然逆容 做了一個女士 還去到婚禮的現場 想在一個包裹裡 不知道拿些什麼出來 在這個時候 警方就決定行動 逮捕這個男人 但這個男人竟然說 是有人給我錢 只是叫我扮成這樣 來送信 你們捉我幹什麼 大家有沒有頭緒 看了幾個怪人 怪事之後 會不會覺得這些 就是嫌疑的疑兇 有沒有感覺 哪一個會是兇手 或者哪一個將會被殺 現在還是似是而非 你可以再推斷一下 看看自己的眼光 或者繼續看下去 看看你準不準 大家是不是忙忙 沒有頭緒 原來在這個時候 牧村已經請她的舊拍檔 去到名古屋 秘密查一宗舊的案件 因為牧村懷疑 根本上 三宗的殺人案件 不是同一個兇手所為 而是有人惡意 將三宗不同的案件 列造成同一個兇手所為 來遮蓋她 將會犯案的手法 在這個時候 之前扮盲那位婆婆又出現了 她跟長澤說 今天我又想要一間房間 並且想請長澤上來幫她一個網 這位婆婆就叫長澤 躲上眼做祈禱 這個時候 長澤躲上眼 照做的時候 再抹大眼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自己雙腳被綁起來了 這個萬人婆婆 就是疑兇 原來被殺的對象就是長澤 原來這位婆婆是易容的 她其實不是很老的 她是一個青春少女 是一個做話劇的少女 究竟為什麼這個人要殺長澤呢? 話說原來在兩年前 這個女生去到這間酒店 當時是長澤在前台接待她 她說我想問一問 究竟我的男朋友 今天有沒有入住酒店 長澤就拒絕透露 她說我們不能透露客人的資料 這個女生就不罷休了 她說我男朋友是來跟我慶祝生日 訂了房間 而且她說得出她男朋友的全名 但可惜長澤也沒有理她這個要求 就請她離開 她說我今晚一定要見到我男朋友 不如這樣吧 你幫我訂另一間房間吧 雖然長澤知道她男朋友已經入住了酒店 但她就跟這個女生說 你男朋友在最後一刻的時候取消了這個預訂 不好意思 而且今晚沒有房間 對不起 當晚還落著雨 這個女生沒辦法之下 就出去了酒店外面 坐在那裡等 因為她深信她男朋友一定是在酒店裡面 所以她打算等一晚 早上等她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見到她男朋友 那就因為寒冷的一晚 這個女生第二天見到她男朋友 但是體力不知 暈了 當她醒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了 她當然見不到她男朋友 那為什麼她這麼生氣呢 她說原來這個男朋友 是曾經在名古屋跟她一起做話劇 當時他們一起拍拖 而她就有了這個男孩子的寶寶 但這個男孩子 一聲不出 就自己走去東京 就沒有再去找她了 所以她很傷心 想著來東京告訴她這個消息 看她怎樣對她 誰知道竟然長澤沒有幫她不得 還令到她進了醫院 而這個寶寶當然就是沒有了 所以她心懷受恨 她這口怨氣 她說我計劃了兩年 我就是要殺了你 因為我就要看看你這麼好的服務 竟然令到她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她準備了一支毒針 就想幫長澤打這支毒針 幸好在關鍵的時候 牧村說到 因為她已經和舊拍檔鎖定了這個疑空 也都知道她會用打毒針的方法來行兇 因為她之前已經殺了她男朋友 都是幫她男朋友打了毒針 而牧村的舊拍檔在名古屋查的一宗舊案件 就是找到死者就是她男朋友 而身上就是找到毒針的針孔 長澤也喝了一口氣 發現原來自己以為自己做到很好的客戶服務 都會有令客戶失望的一刻 還招來殺身之禍 她也帶出了一個道理 其實很多客人來到酒店 都是會帶著一個假面具 他們有不同的需求 做酒店的員工 是要盡量去滿足 但是又不可以透露客人的私隱 也都不可以揭穿這些客人的假面具 所以在酒店的員工 他們都明白到 是要帶著假面具去上班 他們也都明白 這些客人是有不同的身份 想塑造不同的形象 去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好像這間酒店的縮影 就是好像你平時上班也好 對人、處事也好 都要戴著假面具 只有回到家裡才可以脫下這個假面具 去做自己 但是我們以為戴著假面具的時候 就可以面面俱緣 就可以令到很多衝突可以減少 令到很多我們的追求、需求、目的 都可以被掩蓋 但是其實原來你戴著假面具 你是未必看到真性情 人家真性情的一刻 人家真心的訴求是甚麼 所以戴著假面具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但是無奈 這個是現在人人都很希望得到的方法 因為這個是安全感的來源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分享 然後呢 多謝捧場 多謝捧場